好棒 行都不一樣耶 真的環北燕瘦耶 差好多喔 陳藝人 慧珍 我看你一表人才 可是你今天做的是什麼事啊 慧珍妳不要激化 這樣對得起我嗎 我當初對你這麼大的熱情 可是你 我覺得 回對我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對你很失望 你知道嗎 慧珍 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啊 我真的愛你 因為你的氣勢 尤其你在跳舞的時候 那真的我發現 你給我的感覺是太棒了 Oh my God 什麼啊 哇塞 你還真的贏不下去了 小寶是不是 我真的 我有能力愛你們 為什麼不讓我愛你們呢 你聽什麼 你聽成這樣這樣 我可以養得起你們啊 你是誰啊 我可以不用你養 我是 我是要告訴我 我們要結婚的女人 我有小孩 你什麼時候又跟她交往啊 我也不知道有幾個啊 我兩個交往六年耶 從未那時候 我過到現在 但事到現在咧 我知道你愛跳舞 所以我花後了我的心力 我教你一切 我照顧你 結果你給我這樣的回報嗎 你給我這樣的回報嗎 我知道你有個老婆有就算了 那你今天又來個情婦 那你把我擺在哪裡 慧珍 我愛你的 你不要懷疑 你每個人都愛啊 是啊 我真的愛你們啊 我每一個我都愛 他到底細膩哪裡 來 他一表人才 從外形看就是一表人才的 是 有嗎 從哪裡看啊 其樂眼裡出西思 好 其樂眼裡出西思 對啊 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很快樂啊 我們在一起不快樂嗎 我跟他在一起六年耶 我跟他在一起三年 他把我當寶啊 三年算什麼 來,今天 三年的請出去 OK 什麼意思 三年的請出去 不要這樣 我跟他在一起三年 我們房子買了 婚姻,你看 沒那一回事 什麼叫沒那一回事 婚姻,婚姻 你這個都會出去就對了 婚姻 你要在這裡吵 婚姻,你推他 人家也可以推你耶 他比你更久耶 沒有 什麼叫沒有 你出去好了 你不要在這裡 打不來我當老三嘛 你平常是要你推我 老三 對 為什麼啊 沒有那一回事 來,你請出去好不好 我才不要出去呢 今天你沒有資格在這個現場啊 你說我為什麼沒有資格 因為我還有一個妹妹 你說我為什麼沒有資格 我也跟妹妹 還是他真的有第三老婆 蛤 親妹妹 姐妹哦 情重不如 天啊 還有什麼 太誇張了啦 什麼東西 我沒辦法 還有啦,我手心 因為他妹妹那時候很軟弱啊 我是一個男人 我應該去照顧一個軟弱的女人啊 你太過分了嗎 你妹妹 你太過分了嗎 你太過分了嗎 我當然要去告訴你 太過分了 你為什麼這樣子 你們都誤會了 真的,我是真心的耶 我是真心的 你對每個人都這麼說是不是 我真的是真心的 你不可以這樣 太可惡了 我愛你們 反正我就是愛你們 有年輕人就是要愛你們就對了 你在說什麼 情重 情重那麼多 跟我妹妹還這麼年輕耶 陳藝人 他需要一個男人保護他嘛 他需要一個男人保護他 好,冷靜一下 來,冷靜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說 你的妹妹怎麼樣 我的親妹妹 親妹妹 對 也跟裕仁 我也是當時我知道 我自己都傻眼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妹妹跟我說 他有困擾 他想跟我坦白 是 後來他跟我講說 他跟藝人交往了四年 也... 你交往六年 兩年過後 他又跟你妹妹交往 對 好,四年了 好,藝人,有沒有這種事情 有沒有 他妹妹有沒有跟你交往 有啦 你是不是我真的很怕 所以就把他臉的時候照顧他 你順便照顧他是不是 我知道啊 你也太照顧了吧 可惡神,你為什麼會... 我真的愛他 因為他那麼柔弱 那時候的我 對啊 我真的不愛他不行啊 慧珍,你怎麼不擋一下 慧珍,你為什麼不擋一下 你是姐妹耶 因為我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到花蓮去照顧他一下 陪他去 結果... 因為我妹妹他那時候 就是因為他情傷嘛 所以他曾經割碗自殺過 對啊 你那麼呵護他 那你為什麼要來糾纏我 我也是很擔心 你為什麼要來追求我 我少了你們那一個 我東風最覺得渾身不對勁 我真的愛你們每一個 這一位妹妹叫什麼名字 廖枝杰 廖枝杰 妹妹會跟他在一起 是因為四年前 請他照顧他妹妹到花蓮 妹妹因為跟男朋友分手 結果他把他照顧到床上去了 好,這一位妹妹廖枝杰 一起來歡迎廖枝杰,來 好,廖枝杰 小潔 這個... 小潔 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沒有騙 小潔 小潔,你要聽我講 我真的 我看你那樣,那時候 你們哪有騙我 妹妹 不要再這樣哭了好不好 不要再裝可憐了 我照顧你這麼多年了 我們兩個一起生活這麼多年了 今天你就退出這個場面好不好 你年紀還小 可是我真的很愛他 他對我很好 你年紀還小 你可以去交往更好的男人 小潔,你不要聽他們亂講 我絕對是真心愛你 講那時候,你看 你在生病的當中 要不是我在旁邊鼓勵你 你每個女人都照顧到床上去 我告訴你 離婚,離婚,我們要上次給你看 我不會離婚的 我真的愛你 陳婉仁,你到底有沒有照顧我 真的 你們不要搶 你選擇是誰啊 你們不要搶 你們都不要說 請聽我講 你已經連老朱皇了 你們已經有過去這一段了 女孩 你有孩子了 你有孩子可以依靠了 你可以放手了 我跟你講 你也不用抱著他不放 你 我跟你講 基本上我們兩個是 你姐妹為了他翻臉 不值得 不值得 你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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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打電話說 你在哪裡 你算什麼 你說過的啊 你說過你喜歡我 我跟他打電話說你在哪裡 我們兩個說好 我有小孩 你也不要再介入了好嗎 不用再說了 你可以好好再去嫁人 你長得那麼漂亮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可以再去嫁人 成立人 好 等一下 好 這個世界沒有法律啦 來 來,四個,來 我們覺得四個女人 都是一種悲劇 現在各位觀眾朋友 看到這一段都知道了 原來育人 有這麼多情感的問題 而且延續到 這可能在十年當中裡面 有老婆 有幾個女朋友 每個女朋友她都愛 她都不願意離開 又解不開 都不願意離開 我覺得不願意離開 OK,你不願意離開 你為什麼不願意離開 這個四個當中 你每個都是你的生愛嗎 是啊 法律要改掉啊 要讓衣服可以多親 還沒改啊 好,所以改掉的東西沒關係 那個法律真的 請問說還沒有改 我們讓每一個女生 對她說一段 你現在看到這個狀況 你到底有什麼話 要對男主角說 來,請站這邊,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 好不好 一個一個來 你到底有什麼話要對著她說 來 謝謝 李仁 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 太太 你不要傷心 我愛你的 你放心 好 我雖然愛他們 但我也一定愛你的 對不起 我把該有的愛 我都會給你們 好不好 我自己叫我怎麼再相信你 真的 我能受到危機受不了的 你還有 太太,你不要太多慮了 真的,你放心 我不但可以把你照顧好 我... 我一樣會讓你 我不要 不再... 我不再替你 我一樣愛你的 小孩,我也是一樣愛你的 你放心 好 你可以擺平這一件事情的 好,小孩,該你 真的,你不要懷疑 我有這個能力 我... 你看,我愛你們的時候 你們要的 喜歡什麼 我都知道 可是你的能力 讓我們痛苦啊 讓我們痛苦啊 為什麼要痛苦呢 我這麼有能力 我可以滿足你們 為什麼要痛苦呢 你們想太多了 好 好,小孩,你的話我們懂 來,我們讓來 會晨 你什麼話要說 來 你呢 是 小孩 你讓讓我認識給你看嗎 不要嘛 這個小孩的話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 我一定負起責任 你放心 我這個小孩住的時候怎麼辦啊 我一定會當他一個好爸爸 對,這你放心 我一定做得到 我做不到啊 我就沒辦法再愛你的 什麼叫好爸爸 我是個好爸爸 你的配偶人上面有配偶耶 我小孩要放哪裡啊 那沒有關係 我一定會安置得很好 你放心好了 我不希望是這樣子的結局啊 是,所以你說 你不要想太多 一切交給我 我既然有辦法愛你 一定可以把你照顧得很好 不可能 你現在剛剛講說你有小孩了 我想... 我已經懷孕三、四個月了 對啊 難道你要我死給你看嗎 不要想那些嘛 為什麼要想配安呢 那你要我怎麼解決呢 我們將來一定 我可以帶你出國去啊 現在你聽到 姐姐已經懷孕了 你有什麼話要對育人說 來 姐姐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啊 我愛他們 但是我也很愛你啊 我也很愛你 你自己說 你要照顧我的 我會照顧你的 你放心 那你為什麼要跟他們在一起 因為... 我就是因為你愛他們啊 所以呢 我也一定會愛你的 我要問 你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我不會的 我不會的 你不要 這個老婆 這個是有孩子的嗎 是 他又是個小孩子 你要把我放在哪裡 你是我 小...小孩 小孩 你要給我保證 你要...你要成... 你可以離開了 你們統統離開 你們統統離開 現在你們統統離開 我要把我的老公還給我 你們統統離開 妹妹要... 好了,你們不要吵啦 你們不要吵啦 你們不要吵好不好 現在你可以統統離開 親切的老公離開 不可能 我懷孕了他的小孩 我怎麼離開啊 不要啊 我現在可以統統離開了 你先把我的老公還給我 把我的老公還給我 你現在是跟我們玩完算了嗎 是這樣嗎 你親口說 不會這樣子的啦 難道你要我去拿掉小孩嗎 我也不會讓你拿掉小孩的 小孩是無辜的耶 對,所以你放心 交給我處理就好了 我還叫你生下來 你處理什麼 對啊 處理什麼啊 我有能力照顧你 你看我每一次 不是把你們都安排好好的嗎 你講那麼多都沒有用 你會打不完的耳光哦 沈玉仁 我們現在有請想問你 玉仁 除了這四個還有沒有 幕後呢 以後呢 我看幕後呢 只要我能力 我愛你 我一定會好好的愛下去 王哥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我想跟他們三個好好的聊聊 你現在請他出去 你跟他們三個女生好好聊一聊 跟他溝通一下 男生請他出去一下 對,馬上請他離開 你可以出去一下嗎 你可以出去一下嗎 好,我出去 好,你要跟他們三個溝通 現在我告訴你 這裡我是大老婆 我是名正元素的老婆 我跟他結婚這麼多年 我們有小孩子 很幸福的 你趁著我心情很好 我現在不想告你們 那一個人 我給你們幾千萬 你們可以離開他 那你的小孩子 你生出來我會幫你養 你們還這麼漂亮 你可以好好回去嫁人嗎 幾千萬 還是這麼漂亮啊 對不對 你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啊 你們三個條件都這麼好 你不需要跟我搶 跟我搶我的老公嘛對不對 對 台灣的制度還是一夫一妻制 欠我還沒有想要告你們的時候呢 你們可以離開 我給你們的上養會 一定會讓你們滿意 OK 可以嗎?你同意嗎 你的小孩子生出來我會幫你養 大姐 我們既然已經 之前都是南北 這樣子照顧藝人了 我們現在還是維持這樣子可以嗎 可是你看他是 這樣子一個沒有一個責任性啊 他太浪愛了 我也是可以照顧我自己的小孩啊 我覺得說 你的事都要在講 我也是這樣子 你先跟他們兩個談清楚 妹妹 我們在談 我跟你講 你還有很多大好的前程 該去發展 你不要因為這個老男人 你把青春葬送在這裡 可是他真的對我很好 你經不起再第二次的傷害了 好不好 不會 我覺得他真的對我很好 他不會這樣子那麼快 妹妹,真的 你的條件沒這樣好 你可以好好的去嫁一個人 你知道嗎 你並不需要這麼做啊 真的 你這麼年輕 可是 可是你如果要他 那你就不要我 我再去死給你看好了啦 你不要用這種激烈的方式 來對待我好不好 你就看我照顧你這麼多年 我照顧你這麼多年 我犧牲也夠多了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個 我喜歡的男人 你就不要跟我搶 我沒有要跟你搶 你沒想清楚 你有大好的前程啊 你才可以認識到更好的男人 夠了 你為什麼要跟我爭奪這些呢 你啊,人老出房了啦 誰說你哪裡比較漂亮啊 你哪裡大啊 你哪裡多名條啊 你啊,小姐 你 告訴你 你有小孩 你有你的籌碼 你是大老婆 你有你的籌碼 對 你幹嘛那麼想不開啊 我會請律師 我告訴你 沒有關係 你直接請法官來就好了 我告訴你 我找律師了 我告訴你 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 你不要再做了 不一樣 這是不可能的 你再一次這樣子 我受不了 沒有這回事 請你現在馬上離開 拜託你 我只剩下你的東東都離開 請你們三個東東都離開 不要 我告訴你 請你們三個東東都離開 這不是你的家 這不是我 不要離開 這不是我的家 這不是我的家 我告訴你 我是來這邊控訴的 我是嚴告者 誰說不能讓我離開 你知道他真的很愛我 你知道他怎麼樣 你只叫法官來就好了 我耗一輩子嘛 你是最笨的 你那麼年輕 你把你輕輕留在這裡 我告訴你 你不要那麼笨 還有你 不要這樣子啊 我要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跟律師來告你 沒有關係 無所謂了 我都把你陪上我一輩子 你現在可以離開 我不要離開 我會再離開 這個地方是我來的耶 通通都要走 通通都要走 我不要嘛 把我的老公還給我 對不對 不可能是你啦 不可能啦 反正我在那邊 幹什麼啊 你這個狐狸雞 真不要臉 是不是 好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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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走 不要動走啦 這個狐狸雞 不要 聽什麼叫我老公還控訴 你不是要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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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講的啦 太太 太太 我跟你不跪好不好 誰要你的跪 親愛的 親愛的 我真的愛你們 你們不要這樣子嗎 我愛的 誰要你跪 太太 你想看 都是你做出來的 想看 哪有牽牠狼的像你這樣子的 親愛的 這個不自愛 太太你看 我太從你了對不對 你看 太厲害你的對不對 我太厲害你的 都是我的錯 你沒有錯都是我的錯 太太你聽我講 我太厲害你的 我喔 我除了外衣還有什麼對付起你呢 我還不是要愛你 我把孩子的生活餵 我照樣給你喔 你生的時候 我還不是禮物都照送到 你這樣子嘛 那不是重點 我要的是全能的愛 我會 我不要跟人家分享 我要的是全能的愛 我會給你的 我不要跟那個人 你先息怒 我不要 親愛的 你叫他們三個馬上給我出去 否則我律師馬上到 我告訴你 我待會兒會跟你 我不要再沉默是金了 是 我要表現 是 我有國家法律保障 他們沒有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我欺負他們 我有國家法律保障 我告訴你啦 拜託你 沒有那個意思 你不要再這樣想喔 你到底是他還要我 你要這個家嗎 我當然要你 你還要這個家嗎 我當然要你喔 我不要再讓你欺騙了 是啊 我不會騙你了 我告訴你 我不要再要你的 我不會騙你呢 自己給我姐姐 馬上叫他們三個給我 給我釐清 會啦 我會解決的 你在這邊給我說清楚講評判 會 我會 我要的是全團的愛 好 我會給 我不要跟人家在 是 分享任何的愛 好的 好了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小孩 小孩 對不起喔 你說你這一輩子 都不會讓我受委屈 我不會讓你受委屈的 你這一輩子 都不會讓我受傷 我看你這樣我都心疼 你說我自己群上的一塊寶 是啊 你是我寶貝啊 那你為什麼知道我受到委屈 沒有 今天例外的 你放心 這事情會過掉了 小孩 我來 你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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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要臉 你還放 你都被你丟光了 你放心 你跟我這麼短短三年 你看看這三年當中 你是不是最虧她的女人 所以呢 你放心 這事情我會解決的 你放心 你放心 小心 小姐 跟你再快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你是世界上最快的女人 我都會保護你對不對 所以你相信我 對 今天雖然不愉快 你放心很快就會過去的 我會保護你 你放心 這事情我會把它搞定 你通通不愛人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慧珍 你不要哭了 你看 小姐我一樣照顧得好好的 我哪一次不是以最好的機會 來照顧你呢 你太讓我傷心了 不會吧 你想想看 你是我心目中最有氣質的女人 是不是 孩子的問題你放心 我一切都想好了 你放心把孩子生下來 只要我是一個有能力的男人 你就相信我 我可以把這事情弄得很好 你放心好了 好 我會好好照顧你一輩子 我也好好會照顧小姐一輩子 所以今天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我待會兒 我會好好跟我太太講 可能安撫幾次 我一樣會讓你們 大家都跟我生活在一塊 非常的快樂 好,夠了 憑什麼動作要求啊 他們美滿的事情 好,夠了 我們聽夠了 我們聽夠了 好,沒關係 好,這一段話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真的覺得 做男人真的很羞愧 每一個如同還一直相信的 我們這個男主角育仁 每一個最後還是跟他擁抱在一起 我們不知道這個人生到底是 怎麼樣處在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跟一個複雜的人性當中 好,我們請陪主人來做 一些建議書來 那我們要先給育仁的建議是 你是個大男人 自私又滿嘴謊言的人 你其實應該接受一下 心理的輔導 你真的很不健康 因為你蒐集女人為一個目標 當作是一個成就 但是你不知道 你深深的傷害他們了 請你檢討 再來,愛不是只有物質 跟你自己爽而已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誠信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給四位女孩子 李涵、慧珍、晴妤跟枝杰的建議是 請你們,求你們也該醒了吧 他可能會有一個 也可能會有一百個 你們絕對不會是最後那一個 那麼同樣的 我們要給你們當頭棒喝是 他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你們要負責人 你們把他給寵壞了 你們得到的縣世報就是 你們不會得到一份專情 而且你們會繼續往下不甘心 那我們尤其要心疼的是枝杰 你還年輕 世界還很廣 不要為這一個不值得 託付幸福的男人 毀了你的一生 請你們醒來 請你們務必醒來 謝謝 在這個建議書當中裡面 講得都非常好 那現在慧珍出現一個最大問題 可能是因為他懷孕 怎麼樣的建議 慧珍如果能把孩子順順利的生下來 如果你能醒悟的話 孩子就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不要去依賴說 這個可以當作是一個 威脅他回來的方法 是 畢竟你自己的生你的寶貝 是你的骨肉 你要想到他的未來 當然我這樣講 並不是要站在大老婆這邊 我完全是照你這一方面來想 他是你的孩子 不要讓他看到一個不快樂的媽媽 對 好,我們要進行最後的抉擇 這個抉擇很重要 就是四個女生來做抉擇 如果四個女生你願意留下來 你覺得這個男人 還有你珍惜的地方 你願意留下來 你就面對男主角 如果你覺得這個男主角 藝人已經是沒辦法接受的 麻煩就請你走開 好不好 我們要進行最後的抉擇 女生抉擇 不是男生抉擇 想清楚 好不好 你覺得這個男人還有珍惜的地方嗎 如果不願意留下來 請走沒關係 如果願意的話 請面對男主角 進行最後的抉擇倒數十秒鐘 來 好,時間到 來四位女生請抉擇 這四個女人 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你有怨恨假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情侶夫妻婆媳 還是老闆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 吵不通壞 可是要再續前緣 言歸於好 還是分道揚調說聲掰掰 莫名專線情報 0277063888